每次扯到NAS就有人說 與其花錢自己嫁 不如繳一些保護費給Google 可靠又安全 這樣說是也沒錯啦 買在NAS也是勞心勞累 備援方案、故障排除什麼都要自己來 沒有技術能力出問題就只能等死啦 不過想一想 每個月10TP捐給Google要台幣1400 一年就16800 如果容量滿了 下一年不續約你還不是整個卡住 到最後終究是要買硬碟 把這些檔案下載下來另外想辦法囉 所以智鑑NAS還是不被綁架的最好解法啦 除非你用不到 撇開系統不說 NAS要的就是速度快、容量大、穩定 然後10GB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三家NAS廠商都是台灣起家的跨國企業 應該都知道吧 那我們就直接重點規格比一比 AMD處理器這麼強 AMD YES就選AMD 最大容量、記憶體三家都差不多 選出廠預設高的就沒錯了 至於今天的QNAP9倍給的有點奇怪啊 那這原因等一下我們再跟你說 接著網路介面的這個價位 就沒有必要再選一基的啦 USB插孔就QNAP最有誠意 給到最高速USB3.2捐兔 NAS說穿了就是買保險 你以為花台幣3萬元下去就夠了嗎? 保費哪有可能這麼便宜 很抱歉 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傳統3.5吋的HDD就是容量大 但是速度慢 想要速度快呢 那最好就是全部都塞SSD了 問題是口袋哪有這麼深 QNAP9算是目前唯一專攻整合 SSD跟HDD的NAS廠商 SSD當快取 還有針對冷熱資料做分層的Q-Tier 和超額配置 以及快破產全部拿來砸SSD 那也更該考慮看看這些技術了 QNAP TSH973X 方方正正跟所有NAS一個樣 POWER扭一鍵複製 狀態連線硬碟燈號 該有的都有 預載一支8GB記憶體 最大吃到64GB 無法再安裝PCIe擴充卡 前面一個後面兩個A口 一個C口 全部都是USB3.2捐兔 兩個2.5G 還有一個10G RJ45網路口 TS-H973X 乍看會讓人搞不清楚 到底是5倍還是9倍啊 不過在價格帶上 就是跟其他8倍3.5吋機種相同囉 上面5倍3.5吋SATA介面 底下2倍就是2.5吋U.2介面 也可以轉M.2 另外2倍則是2.5吋SATA SSD插槽 因為2.5吋容量機體小 極限擴充容量就比其他3.5吋少了50TB左右 所以更大方向來看 應該算是硬碟選擇題吧 QNAP這台求的是容量和讀寫效率的平衡 然後再偏效能多一點 其他品牌則把SSD快取當輔助 但是容量擴充性就大一些 沒有絕對的誰好誰壞啦 全憑消費者的主觀心態跟需求認知了 台幣3萬元的TS-H973X 其實算是中小企業NAS等級了 運來的作業系統QDS HERO EDITION 就是QDS的加強版 也就只有搭載在旗艦機種而已喔 現在直接給你看它有多厲害 不過這是危險動作 千萬不要造作啊 我們先把NAS RAM加到16GB 硬碟全部插滿 上面5倍3.5吋做RAID 5 中間2倍M.2轉U.2做SSD快取 下面2倍就用2顆SSD組成RAID 1安裝系統 先把HDD3和SSD4拔掉 模擬資料碟跟系統壞掉的狀況 接著透過有線網路連上NAS網路磁碟 從電腦本機傳輸22GB影片檔案 窗後試著跳轉播放一下 沒問題 接著我們把剛剛拔出來的HDD3和SSD4插回去 等待大概幾分鐘讓QDS系統自動完成資料重建 接著再把HDD2和SSD2拔起來 來看看剛剛傳輸的影片檔案是否還能正常播放 欸!跳著播、順著播都沒問題 代表檔案在幾分鐘內就做好各個硬碟的修復重建 不過我們做的這些測試就只是驗證 看QDS ZFS 檔案系統有沒有夠文啊 沒有人會期待有用上的那一天 欸!嚇都嚇死了好嗎?誰還覺得好玩啊? 基本上這樣的組合完全就把10GB的網路頻寬用到滿 SSD 快取加速已經達到可以連線剪片等級了 所以有SSD 快取跟10GB 大概就是目前NAS的速度巔峰了 QDS 資料縮減黑客系就是把不同檔名單內容一樣的檔案抓出來 在硬碟上只會存一份 但資料架構上完全不影響 我們一直丟重複的檔案 卻完全不吃NAS空間就知道這個超神奇了 簡單來說就是檔名不一樣 檔案相同就只會在一份的資料空間啦 應用方面可以用Virtualization Station這個App來做虛擬機 它會自動切分一部分系統效能 讓你安裝多種作業系統 那微軟也有免費試用90天的Windows 10虛擬機可以使用 這樣也不怕效能過剩 只能掛掛服務玩玩簡易軟體浪費硬體效能啦 很多人有NAS也有基本的備份觀念 但還是一樣被勒索綁架 就因為少了321原則 簡單來說就是電腦重要資料存三份 然後要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媒介上 最後至少存一份在別的地方 不要都放在一起就是分攤風險了 不然會一直不斷的擴散感染 到時候所有備份的全部中標 備份再多也沒用了 不過當然也不是人人都有那個預算 花3萬元就為了存照片吧 更不用說還要多花個萬把塊 搞這麼多的儲存硬碟了 所以這個NAS真正的定位更傾向於我們這種影音工作室 派部4K影音少說20GB起跳 影片素材有大有小還有照片肉檔 光存檔跟NAS上傳下載時間就耗上大半天 不過把效能加快一點可就得不償失了 QMagic是QNAP全新升級的AI相簿 用起來跟Google Photo的差不多啦 連桶辨識、場景、物體、辨識功能也都有 當然或許沒有Google那麼厲害 不過至少給Q家機器一個學習機會 總是會越來越強的嘛 QSync Pro就是iCloud 可以指定特定資料夾做檔案同步 這個資料夾可以在NAS、電腦、手機上做三方同步 也有點像是Google Drive 只是QSync Pro算私有云囉 雲端服務你用得很爽 現在我是越用越可怕啊 Google大佬說改就改 那與其擔心那些廠商的羊逃殺 我看你也該學著保護自己吧 QNAP TS-H973X 強迫升級SSD的9倍算是它奇葩的特色 那就純看你偏好大容量還是高效能了 不過在3萬元價格帶 至少 TS-H973X 在網路孔和USB介面都算是很有誠意的 早期還有一波早鳥特價 那時候買到的人都公黑內啊 我自己是覺得現在固態硬碟也夠便宜了 SSD超速度快取才是王道 那可以立刻修復做檔案壓縮的QTS呢 更是重中之重 一插一拔重建資料完全不受影響 但是虛擬機和一些進階玩法就很Hardcore 我們暫時講不來啦 但至少資料可靠性這點是沒話說的 還有其他玩法也就留在大大門補充了 這次科技有CTDog 我是Eason 掰掰囉 我是Eason 的 這個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